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的主人公是李氏 他出嫁之后对丈夫关心体贴 对婆婆尊敬孝顺 为了治好婆婆的病 他变着花样给婆婆做梨池 在婆婆病重之后 他竟然效仿着传说 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贵李氏是怎么救婆婆的呢 最后他的婆婆得救了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安安静静听故事 贵李歌汝 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贵廷风 他的妻子李氏非常贤惠 对丈夫关心体贴 对婆婆尊敬孝顺 一切事情都听从丈夫和婆婆的安排 从不自作主张 他从不惹丈夫和婆婆生气 伺候婆婆也很周到细致 每天早上 他都早早起床到婆婆那里请安 然后再伺候丈夫起床 随后再伺候婆婆起床 还要给婆婆洗脸梳头 后来李氏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很可爱 很招人喜欢 可是有了儿子之后 李氏更加辛苦了 他既要照顾儿子 还要照顾婆婆 由于自己刚生完孩子 身体比较虚弱 做起事情来就比较费力 但他还是克服种种困难 把照顾孩子和伺候婆婆的事情 都做得很好 有时早上他起床 要去给婆婆请安了 这时儿子会醒来 他不顾儿子的哭闹 依然去伺候婆婆起床 有一次 等他伺候完婆婆 回到自己屋里的时候 儿子已经哭得喘不上癌气 脸憋得通红 嘴唇发紫 被子全被踹到了一边 儿子全身裸露着 李氏一看吓坏了 干嘛抱起儿子 用手掐他的人中 好一阵儿子才缓了过来 婆婆的身体很虚弱 常年咳嗽 为减轻婆婆的咳嗽 李氏就想办法给婆婆话谈 他一直都让婆婆吃梨 从没断过 但又怕婆婆常年吃梨会吃伤了 就变换花样给婆婆吃 比如做冰糖梨汁 做糯米甜梨粥 做酸梅梨汁汤 婆婆的咳嗽病特别怕冷 李氏就把婆婆的炕挖了一个洞 做成了火炕 每到秋收完以后 他就背下冬天给婆婆烧火炕的柴火 他有时还会上山砍一些木柴 冬天里的每一天晚上 他都早早地给婆婆把炕烧热 然后伺候婆婆睡觉 并且每晚他都会把炕烧到深夜才睡觉 他怕停了以后 婆婆会感到冷 第二天早上 他又天不亮就起床 他会把婆婆的炕烧热了 再去干其他的事情 这一年冬天特别的冷 尽管李氏几乎天天不断给婆婆烧烤 可是婆婆的病还是加重了 成了痰疾 婆婆咳嗽的几乎喘不上气来 李氏一刻都不敢离开婆婆 他给婆婆端水锤背喂药 但婆婆的病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 已经非常的危险了 这时李氏听人说 身上的乳肉可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李氏一面煎药一面笑 不管是不是真的都要试一下 于是他在造神面前点上香 很虔诚地祷告 便决定割乳救母 可割乳后因失血过多 李氏当场就晕倒在了地上 桂亭凤见妻子去煎药 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就出来看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 妻子已倒在满地的血泊里面了 便大声呼救 乡里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惊奇 县里的长官们也都亲自来被问 还吩咐快快给他医治 正在那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和尚 和尚走到门前说 你们只要把其爱贴在他受伤的地方 他就会好的 后来他们译了和尚的话 李氏果然苏醒了 等到想去谢和尚的时候 那只和尚早已不见了 后来他们把乳肉和药拿给婆婆吃 婆婆的性命果然保住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我的心里有一丝沉重 不知道你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从某些方面而言 桂里士的确非常孝顺 也非常勤劳 善良 可是有些时候 她的行为还是不合适的 比如 她在伺候婆婆的时候 完全不顾儿子的哭闹 当然 婆婆是需要孝顺 但是 孩子也是一条生命啊 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她岂不是要痛苦一生吗 桂里士为了照顾婆婆的病 变着花样给婆婆做梨吃 并且 还用自己的乳肉 给婆婆治病 最后 昏倒在地 即便救了婆婆的性命 自己死了的话 婆婆又怎么能安心呢 所以 小朋友们 孝顺也要讲究方式 也要有度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孝顺 成为别人道德的枷锁哦 还有 隔肉治病这种方法 没有科学依据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效仿哦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